在他和太太最忙碌的时候 他听到天主的召唤 他突然跟我讲 他说Paul 你会成为一位指使 这个招教实际上不光是对Paul的招教 也不光是对我们俩的招教 实际上是一个对全家的招教 是蛮紧张的 但是因着天主的恩宠 天主总会让你完成他所招教你做的事情 终身执事和他的家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爱尚传邀请马杰执事一家人 分享天主对他们的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